在中国云南腾冲市,有一座烈士陵园,这座陵园和其他烈士陵园一样,都是为了纪念牺牲的先烈而建。 唯一不同的是,这座陵园中埋葬了四个日本人,全部成下跪之姿,面朝中国烈士而葬。 要说这结果的由来,还得从腾冲战役说起。 腾冲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有名的恶战之一,当时负责守卫腾冲的是日本陆军少将藏仲康美,他是一名经验老道,军事素养十分出色的日本军官。 再加上远征军反攻之前,日军已经在腾冲苦心经营了近两年时间,这一场战役,中国军队伤亡惨重。 因为远征条件恶劣,中国军队希望速战速决,但藏仲康美赋予顽抗,中国军队也被迫陷入长时间的拉锯恶战之中。 最终,为了夺取胜利,中国士兵硬是靠着血肉支驱,扛着炸药包杀出一条血路。 终于在1944年9月收复腾冲,藏仲康美已在此次战役中被炸死。 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后才取得的胜利。 为了纪念这场胜利的来之不易,和告慰牺牲战士的在天之灵, 我方战士在为牺牲战友下葬后,还特意将包含藏仲康美在内的四名日本高级军官捆绑成贵姿, 葬在了中国历史陵园中,并在墓碑上刻上了窝种儿子。 一些日本人说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,但是我只想说发动侵略战争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尊重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席,当了48年皇帝,30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专家打开礼幕后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制评,在下方菜单栏往西风采中即可观看。